我先問一下大家請問老師有用過Google繪圖這個工具嗎 沒有對不對 因為你們一定很看不起一個工具 你知道是哪一個工具嗎 你好聰明喔 因為這邊都最新版了有沒有 小畫家也變進化了有沒有變3D了 也變3D了 這個老師一定沒用過喔 我有用一下下而已喔 還是不太習慣 但是重點不在這邊 Google上面的文件也有一個叫繪圖 可是我們要的其實倒不是說 它的繪圖功能多強 而是什麼 Google文件它都有一個共同特性 就是可以即時的多人使用 即時的多人使用喔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在一些學校 我比如說演習也好 課程裡面我們就會實際上做看看 那我們從這個裡面呢 可以看到大家即時的操作的情形 當然在Google文件面還有一個很好用的 就是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你看到右手邊這裡 什麼時候做哪些事情 我們都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這個就是一個蠻不錯的應用 那我們先從這邊 既然了解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先從這裡來 您進到這個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大家就可以一起進來 那點進來之後呢 會有這個白板就出現了 就有白板出現了 您可以怎麼做 最簡單的用文字工具在這裡 點一下 好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把字打進去 這是第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像這樣 重新連線中 好 那第二個呢 如果你想要 誒我 覺得 嗯 這個好像打字 太麻煩 你也可以用畫的 你看在我們這邊 有沒有這個塗鴉工具 你也可以直接在這裡用畫的 那我現在在做 待會老師進入之後 你們看到的是即時的 也就是 每一個人進來 這邊都有 好 在右上角這邊 都會有一個代號 所以老師不用擔心 雖然要您登錄Google帳號 但是 進來這邊是匿名的 好 進來這邊是匿名的 所以你可以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在這裡畫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選起來 如果你要移動它 有沒有 你要移動它 欸 你就可以稍微移動一下 好 這個是像這樣子 那待會兒呢 我們就請您一起來 參與討論一下 看看說 欸 您在Google的這個 服務裡面 出了信項以外 您還用過哪些 好吧 當然 你也可以用貼圖片 比如說網頁上 你有看到這個圖片 對不對 看到這一張好了 你可以按右鍵把它複製 欸 我就直接貼進來 這樣也是OK喔 有沒有直接貼進來 所以 討論不是只有說 只能用打字的 您有很多種選擇 那 我就把畫面還給您 我們一起來 試看看 也順便了解一下 老師您除了這個 Google的信箱服務以外 還有用過哪些服務 你在我們的這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裡面 二 共用白板討論那裡 共用白板討論那邊 您可以先點進來 試看看 好 有一位老師進來囉 好多人都陸續進來囉 猴子也進來囉 你看右上角那裡有沒有 然後現在是誰 現在是大象 都要準備發言了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 這個蠻適合什麼 有些時候 我們在課程討論的時候 有些人不喜歡 劇民嘛 你要他舉手 他也不太喜歡 這個時候 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喔 有位老師 因為沒有切換到輸入法 所以 打出 外星語來了 有沒有發現 老師 你看到很多 很多人都在上面 這樣是不是即時的 好 喔 有老師有用過雲觀硬碟 有用過Google Earth 有沒有 好 我現在 把別人的東西 刪掉了對不對 蛤 你不知道 你會 會把別人的刪掉嗎 哈哈 那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我們很快就可以 把它還原回來 真的還假的 喔 有人覺得 很熱 所以太陽出來了 哈哈 好 來 老師 那您的畫面我借用一下 來 我先切過來一下 321 好 來 那 剛剛呢 老師應該很明顯發現 這樣子 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即時做討論 好 那 剛剛有一個情形發生了 有人把它刪掉了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看這裡 有沒有 查看版本紀錄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今天的對不對 你看我 之前做的 有沒有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現在回到這裡來 可是這裡還可以打開喔 來我們看一下剛剛的 哦 這裡 45 所以 紀錄到這裡 哇 剛好那個沒有紀錄到 哈哈 這樣您了解嗎 所以其實這些紀錄都會在 那這個就是Google 雲端念碟上這些文件的很大的特色 很大的特色 您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看你要回到哪個版本 右上角這裡 你可以命名 如果比較重要的可以命名 那真正有需要回去的話 點過去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可以回到這個版本 所以您可以不用擔心怎麼樣 我的資料就是會不見 當然我們現在因為網路速度沒有那麼快 所以說 它沒有記錄那麼多版本 沒有記錄那麼多版本 但是你可以像這樣就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也蠻好玩的 這樣您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是 Google這個所謂的 匯圖的部分 那如果您進到我們的 Google雲端硬碟的話 您可以從這個地方 新增的地方 沒有看到它對不對 更多裡面有沒有看到一個匯圖 就是這個功能 不過有一個前提喔 因為我們是讓每個人都可以改 所以呢 如果您要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請記得 當我點下去之後 建立一個新的 您要把它的全線的部分 進來 進來 如果以後您要用的時候開個新的 背景是不是透明了 您可以按右鍵 就可以設定不同的背景顏色 對不對 背景顏色 那重點在什麼 共用這裡 因為呢 預設我們一般的共用 都是只能看不能改 好 只能看不能改 所以呢 您要共用的時候 要共用的時候 重點在這邊 這一個 這一個 預設是不是可以檢視 那 預設呢 也是只有我們學校網域的人 可以看 就是這裡面可以看 那如果呢 你想要開放給一般使用者 比如說同學啊 不用登錄就可以看的 像現在大家有沒有 你不用登錄 即使你沒有登錄 布格帳號也可以看 我就必須要設定開啟這個 好 知道連結的 然後呢 把它的全線設為可以編輯 這樣您了解了 好 那因為是這樣子 我也沒有特別指定 誰可以編輯 對不對 所以呢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每個人進來的時候呢 就像您剛剛所看到的一樣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很多代號 所以大家都是匿名的 他進來就會給你一個名稱 就會給你一個名稱 所以您不用擔心說 欸 我發言 有沒有被看到 有沒有總共24位 是不是都進來了 在這裡 這樣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誰嗎 只能從顏色大概區分一下 這到底是誰 誰寫的 這樣子有沒有 這裡頂下去有沒有 這是烏鴉寫的 這樣 了解了齁 所以 這個是 您在使用這樣的工具的時候呢 需要 注意一下的 那當然 如果您需要 劇名的話 我們在這邊 就可以 直接 指定 來這邊 可以編輯的話 我們在這裡可以指定 特定的人員 那這個時候 他進來 就是大家都看得到 好 就知道說 欸這個人是誰 那個人是誰 如果您有特別指定說 在這個地方 欸我只有 我們這個 共輩的老師 可以進來一起編 那 在這邊 他就會知道說 欸是誰發言的 這樣子 這樣您了解了 好 這是第一個 應用給老師參考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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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